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这期节目我要给大家报告YouTube的一个技术更新 叫做订阅人数掠写 这个东西它已经在8月份开始推广了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术更新的内容本身 到后面我将做出我的点评 大家知道YouTube的视频播放器或者是APP 它是跨平台跨设备的 它会在电脑上也可以看 手机端也可以看 游戏机和电视上面也能够看 由于它后台数据库的不同 以及这些数据库的刷新的频率也不一样 所以导致这个频道的订阅人数 在不同的终端上面看起来的数字是不一样 有的还差别蛮大的 甚至在同一个终端不同的页面 看见的这个订阅数都不一样 比如说就在电脑端 当你搜索的时候 出现在这个搜索结果里头的频道的订阅人数 和你真正点阅这个频道 进入这个频道的页面 看到的订阅人数都会不一样 这在以前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所以我可以想象到YouTube的客户支持 每天会收到N多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它最近就很下决心 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频道已经按新的显示方式 来显示这个订阅人数的 那它采用的解决办法非常好玩 它采用的是掠写这样一个办法 什么是掠写 我现在给你举例子 你一看就清楚了 采用掠写的办法 就是它不告诉你准确的订阅数 比如说 如果你现在的订阅数是123 那它会显示123 每增加一个的时候 它都给你更新 但是如果你是1000多个订阅 你真实的订阅数是1234的话 它会显示1.23k 也就是说个位数 它不再显示了 如果你再多是上万的 这样的订阅数的话 它还是显示前面的三位 依此类推 一直到过亿这样一个账号 它显示的还是前面的三位 比如说12300万这样一个账号的话 它显示的是123mm 表示是百万 就是123百万 所以这个掠写就是只显示前面三位 根据你账号的大小 那么你每一跳就会有不同的数字 比如说你在签这个级别 你每一跳的话是10 那么也就是说你会1230 下一个跳上去就是1240 1250 大概个位数不显示给你看 如果是上万这个账号的 12300 那么每一跳就是100 12300 12400 12500 所以每一次刷新是加100 所以所谓的掠写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更新 注意啊 这个只显示三位数的掠写方式啊 是针对公开的信息这一部分 你作为频道主 你在后台能够看见准确的数字 如果你的定户是12345 那就是12345 你自己能够看见 但是别人看见的是12.3k 然后这个数字一直停在12.3k 直到下一跳变成12.4k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后台 看见你的定户数字 就是12400 好了 老胡现在点评他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我前面讲过这个问题 由来已久一直困扰YouTube社区 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我从技术上面来看 他这次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非常非常棒 超级有创意 如果你对这种全球分布式的 数据中心的构架有所了解的话 他如果想从技术上彻底的解决 这样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同步问题 使得每一个终端 在每个页面显示准确的 到个位数的这样一个订户数字的话 不是说解决不了 而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解决方案 并且其实即便你解决了 你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你想想看作为观众 你一定非要精确的知道 我的订户数字吗 15123人 我告诉你15100人够不够了 足够让你感觉和评判 我这个频道的订户的量级 那么他现在提供的略写 这样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估计YouTube不用花什么投资 可能几个程序员一个礼拜就能够解决 但是如果他采用完全的实时的同步更新 这样一个技术解决方案的话 那个花费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技术上是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那么多钱花下去是浪费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 我才发现他这一次提供的解决方案 真的是非常妙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不仅经济合理 而且彻底 所以我才要专门做这样一期节目 一个原因是向你通报一下YouTube这样一个更新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例子 向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充满挑战的极其复杂的技术问题 他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一个优雅的经济的 而且是简单的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